聯邦一堂生日快樂 今天我更同性的是 受邀頒發美術貢獻獎 來表揚前輩藝術家 今天的這位得主 陳志祺先生 他可以說是在1920年代 非常重要的以生命 來追求文化理想的典範人物 雖然英年早逝 但是他在少年時期 就在台灣日本大放異彩的 位化成就 讓台灣人非常的敬佩 也留給後世非常豐富豐富 這樣的一個藝術的一個資產 那陳志祺先生 當年希望用文化啟蒙 民主思想 用知識古籍來改變當時的台灣 那他一句名言 他就如他所說的 生命是短暫的 但是藝術是永遠的 那我還記得他跟陳辰坡先生 合主的這個赤島社畫會 他的一個畫會的一個宗旨 就是希望以藝術文化 化育台灣為美麗島 以赤城的藝術力量 讓台灣人的生活溫暖起來 這麼美麗的一個文化理想 我想在20年代這樣的一份文化理想 何嘲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化理想 這應該是文化部的使命 讓我們來分發我們的 第十四屆的台灣美術共識獎 那我們來看上這前方的金河 十九屆全國性巡迴展出勞眾的節目 那我們來一起倒數三秒囉 三、二、一 請節目